等了九年 终于等到赵银成回归小荧幕 没想到男神还是越老越有滋味 当然这里的老不只是年龄 更是明星身上的成熟的气质 可以令人如沐春风 也可以令人心动窒息 身高一米八六的赵银成 拥有着超越模特的身材 就连腿长都要比普通人高出十五厘米 不仅如此 他五官深邃立体 鼻梁坚挺 活生生地就像漫画中走出来的人 一出场就是一场替台秀 令人赏心悦目 相信不少韩剧迷都深陷于他的 质余笑容和黄金比例身材中 其实他在女明星中 也是传说级的存在 可是在圈中众星捧月的他 竟然只钟情于一人 被抛弃后 到如今也没有再次恋爱的打算 不知道42岁的赵银成 如今是不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1981年 赵银成出生于首尔千胡洞的 一个普通人家 北上广有郊区 首尔周边也存在着不少的贫困家庭 赵银成家就是其中一户 都知道韩国是一个资本横行 财阀至上的国家 那些首尔周边的贫困家庭 就像寄生虫一样 肯视着整个繁华诱人的大地 金融危机的时候 父亲的家庭惨遭变故 从此一家四口相依为命 挤在潮湿的地下室里 赵银成和弟弟 从小就生活在吃不饱 穿不暖的条件之下 被周围的人嘲笑吐包子 好在他人穷智不穷 由于父亲特别注重孩子们的精神 和身体素质的培养 思想充实富裕的赵银成 曾达到过 跆拳道黑带四段的优秀成绩 但是最终因为身体带伤的缘故 放弃了跆拳道教练的机会 长大后的赵银成身材健硕 玉树临风 在兼职模特期间 很快被经纪公司看中 随后以演员的身份证实出道 那时他才十九岁 所有人都说他出道极巅峰 可只有赵银成自己知道 他当时的辛酸苦楚 刚刚出道的他 直演了几部校园剧 比如搞怪高校生 和男生女生向前走 虽然掀起了一小点波浪 尝到了甜头 但并不是很吃香 还惨遭前辈的极度嫌弃 处处茅庐的小演员 处处都要看人眼色行事 并且工资遭人剥削 到手的仅剩一星半点 有些前辈嫉妒他的长相 竟一些小事处处刁难 对他冷言吝啬 质疑他的实力 作为打工人已经很辛苦了 但是家庭却也遭受了 前所未有的巨变 那天像往常一样工作的父亲 居然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家里一下子丧失了经济来源 顶梁柱也在此刻倒了下去 可怜了正在上大学的弟弟 赵银成作为长子 自然而然第一个站出来 他坚定地说了一句 以后我来养家 随后更加积极地投入工作 压力如山一般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但是却又催促着他 不断地努力进步 好在幸运之神垂青眷骨 03年他的一部假如 爱有天意 红遍亚洲 这部剧让女主角孙艺珍 顺利成为韩国十大女神之一 赵银成成了国民男神 那沐雨戏 更是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白月光 永远记得男孩给女孩披上外衣夺雨 两个彼此暗恋的少年 怀揣着纯洁干净的心动 相互依偎 在雨中浪漫奔跑 将纯爱演艺的淋漓尽致 让人惊觉 这才是青春的最美全世 然而这还不是他的巅峰 赵银成的福气还在后头呢 一步巴黎岛的日子 将赵银成的地位 从新人拉到了前辈 收视率直达40%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他的演技可圈可点 剧中的他可爱憨厚 虽然外表调皮花心 但是内心特别地纯真深情 他的落泪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 饱含了痛苦 深情和眷恋 彼时 23岁的他 成为了最年轻的白想师弟 与他人拉开了遥不可及的距离 令人望尘莫及 此后他的名气一路飙盛 接收到的邀约 也是数不胜数 赵银成非但没有沉溺于 偶像剧带来的甜头 而是拓宽戏路 尝试演绎各种不同的角色 最令人耳目一新的 还要数06年的 黑帮电影《卑劣》的街头 这是一部充满利益欲望的电影 人性的善良 却又裹挟着卑鄙背叛 正是展现了人的双连性 经典至极 也是这部剧成就了赵银成 真实 敬业 谦卑的口碑 他以突破性的表演 获得了影帝大满贯 包含青龙 白想与大众 观众基础空前强大 谁都愿意为这位 演技精湛模样俊俏的男人买单 本是前途一片光明 但是电影《双花店》已经上映 就将这位影帝 退向了舆论的中心 因为该同性题材敏感现实 包含了大量暴露的镜头 又被伦理不叫当时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 虽有舆论的叫嚣 但是这部影片的票房却空前高涨 他精湛自然的演技叫人无话可说 可以说赵银成开创了韩国电影界的 另一个时代 他骨子里的傲气和坚持 将他退上了一个新高地 但是此时27岁的赵银成 已经到了服兵役的年纪 在韩国兵役就是一个魔咒 五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 许多当红男星在兵役过后 就成了五斗五不热的冷馒头 但是他却是打兔盖魔咒的第一人 扶兵役归来后的他多了份成熟稳重 可是事业却大大不如曾经 之前倾注全部心血投资的全法电影 却因为资金的问题不得善重 使赵银成白白浪费了空出来的两年当期 那一阵子是他的低谷 身边的粉丝也慢慢减少 支持声更是不敌从前 甚至很多人对他的演技产生了怀疑 但是之后他表现强劲 一部那天冬天风在吹 将他送到右翼巅峰 这部剧中赵银成和宋慧桥的虐恋 令大家痛哭流涕 情根深肿的两人却又彼此折磨 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后来他又和女神孔孝珍上演 没关系是爱情啊 剧情唯美感人 从韩国火遍整个亚洲 赵银成男主的气质形象 将观众迷得七昏八素 又赚到了一个百想市地提名 十七年一部的Ping横空出世 剧中西装革履的他稳健禁欲 在充满欲望的漩涡中挣扎坚守 让观众感叹 那个赵银成终于回来了 在剧中经过那么多美女的头怀送抱 在圈中更是气质女神全志贤的梦中情人 赵银成也丝毫不为所动 从出道以来的绯闻少至又少 唯一的几次绯闻中 属和申敏儿的讨论最为激烈 听说两人是青梅竹马 赵银成为了追求他 甚至不惜转学求爱 还有两人一起上课的时政照片流出 可是面对这样的传言 好友申敏儿也是当众出来辟谣 媒体以讹传讹的行为确实恶劣 没有搞清情况 就耗尽笔墨大肆渲染 他和申敏儿之间的情感 应该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 谁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单纯的男女关系 也许人家就是简单的男女闺蜜关系呢 毕竟深情温柔的赵银成 只承认过一位女朋友金明喜 温文儿呀 大方负责的他 对于真实的留言就会承认 不识的也不会理睬 2013年有媒体拍到 赵银成和金明喜私下约会 作为男人的他 冒着让无数迷媚伤心欲绝 离他而去的危险 大方承认了恋情 这对俊男靓女的组合 也获得了很多粉丝的支持 据悉两人是一见钟情 金明喜人格魅力十分强悍 简直是男神收割机 轻轻松松便俘获了赵银成的芳心 但是好景不长 两人的恋爱关系 仅仅维持了一年 便以韩国娱乐圈分手的官方理由 据少离多所结束 分手后的赵银成 曾经在一次活动中 被人八卦问道 为什么会分手 满面愁容的他 只是心酸地说出了一句 因为我不太懂女人 所以才会分手 看出来男神还是很难过了 毕竟金明喜是他这些年来 唯一承认过的女友 自己深爱的女人却甩了他 这些话也饱含了他的遗憾和深情 甚至夹杂了些许不舍 如今赵银成和韩孝舟两人 在约会间间 展露的各种含蓄小动作和表情 完美折射出 老一辈人对待感情的认真 也不禁让人好奇 坠入爱河的两人 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 赵银成自己曾说过 40岁后的他 想好好的做综艺节目 释放自己 而韩孝舟也是在新剧热播时 远赴旧金山 作为第一期的嘉宾 支持赵银成综艺的录制 我们也希望男神能够好好的搞事业 早日寻到自己的一中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观好花